她是连房 以后你们姐妹之间 要和睦相处 见过夫人 乔姨娘 小樽哥 快去见见你母亲吧 快去 快去 珍哥 珍哥来 这是母亲 快叫母亲 珍哥 唐妈妈跟你说过的 叫母亲 珍哥 你看 这个香囊喜不喜欢 听说你是戍女 可我母亲是敌女 所以你不是我母亲 珍哥 不许无理哦 母亲 无妨 我来和忠哥说 忠哥 我问你 你母亲 是你父亲的什么人呀 忠哥 淘妈妈跟你说过的 忠哥肯定记得 我母亲是父亲的夫人 嗯 那我又是你父亲的什么人呀 唐妈妈说 父亲娶了你 你就是父亲的夫人 对啦 那这么说 你父亲的夫人 你都叫母亲 那我也是你父亲的夫人 你应该管我叫什么呀 母亲 真乖 来 忠哥 这是母亲为忠哥准备的小礼物 里面放了好多甘花 你闻闻 可香了 嗯 真香 忠哥 你最爱吃的玫瑰水晶糕做好了 你要不要吃呀 要吃 别急别急 擦擦小手 擦擦干净 来 来 拿着 真哥呀 该乘客的时候了 赶紧去 去见师父吧 是 真哥 我们走 唉 你 夫人 要不咱们再快一点 今日可是四嫂 第一次给母亲请安 若非先祀夫人手段了得 徐家又怎么会 让一个庶女嫁进来 我一个县主 竟然要和一个庶女做轴礼 我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 夫人可是皇上亲封的县主 身份高贵着呢 哪个不长眼的敢笑话你啊 就算是外人不敢说什么 可让我对着一个庶女 叫嫂子 我可叫不出口 这四嫂毕竟也是四哥 名媚正娶娶进来的 你就当给四哥个面子好不好 真要惹怒了四哥 他肯定得狠狠地收拾我 得行 但是你能不能出息一点 你当初看上的 不就是我这不没出息 潇洒不济的劲吗 我的小祖宗 你可慢一点 你这可刚有深渊啊 你可千万要小心 走吧 母亲 见过四嫂 见过四嫂 五弟 县主 听闻县主刚怀有身孕 我便做了一件 方便你穿搭的衣服 往后月份大了 应该会用得上 希望县主不要嫌弃 四嫂费心了 不过我现在有孕在身 穿衣只讲究舒适 怕是辜负了四嫂的 一番心意了 有什么事 好多谢四嫂 多谢四嫂 说一定是 双方便